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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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赖建国 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 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书卷 就是出埃及记 今天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 上次我们已经讲到 出埃及记十五章 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 经过了大海 他们走干的地方 过了大海 而埃及的军队追袭过来 被淹死在红海里面 摩西就带领以色列百姓 用诗歌来送在耶和华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 用诗歌送在耶和华 分成两个大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纪念耶和华 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骑士 把埃及的军队马匹战车都一起淹没在大海的当中 在另外一方面 第十二节以下 就是预言讲到 耶和华要做王 耶和华在中间 以色列人要建立圣所 耶和华在那个中间 接受他们的敬拜 这个我们把他的背景稍微说明一下 以色列人在古代的近东 古代近东也有一些神话故事里面讲到 当诸王征战 或者诸神征战结束以后 他们就要建造庙宇 这个庙宇呢 就是他们整个宇宙的中心 也是他们治理的国度的中心 圣经里面借用这样子的一个文学的体材 但是呢 特别讲到只有耶和华神 他才是真神 他击败了法老 淹没了埃及的军队 拯救了以色列百姓 这个之后呢 他要带着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 在那个地方 有摩亚人 有亚门人 有菲律士人 但通通都要被耶和华来胜过 让以色列人可以安安静静地住在应许之地 那个时候呢 他们要建造圣殿 耶和华要在圣殿当中 作为他立民的居所 他要在那里来做王 管理以色列百姓 那我们看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呢 这个事情并不是立刻就完成 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 然后又经过了几百年 到大魏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在这个撒末尔基下第七章 那边才讲到说 耶和华使大魏能够安静 不被四位的仇敌给侵扰 那个时候呢 大魏就有为耶和华建造圣殿 这样子的一个念头 那个时候呢 耶和华才启示他的心意 大魏的一生还不能建造圣殿 但到大魏的儿子 所罗门王 所罗门是一个和平的君王 那时候是在一个太平的盛世 到所罗门的时候呢 才能够把圣殿建造起来 耶和华就以这个圣殿 当作他立民的居所 圣殿里面的约柜 也就是耶和华他的宝座 他就坐在这个宝座上面呢 来治理管理全世界 管理以色列 所以我们在插迹十五章 摩西的诗歌里面呢 就看到这个在历史上面 就真正的得着应验 在这里呢 有一个主题讲到 耶和华做王直到永远 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看到呢 这其实是两条线呢 是在那边发展的 一条线呢 是讲到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还有犹大 从他们的后裔呢 要产生君王 这个是上帝所拣选的 救恩的谱系里面 拣选他们从肉身里面呢 要产生君王 而另外一条线呢 就是讲到耶和华自己要成为君王 这一点呢 我们看到 就在初外纪第十五章里面 先讲到 耶和华做王直到永远 这个事情呢 我们一直到 明述记的第二十三章 里面讲到说 在以色列当中 有欢呼王的声音 耶和华在他们中间 就做他们的王 还有就是在生命记的 第三十三章第五节 耶和华 他在耶稣人中间做王 那这两条线呢 一个讲到是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还有犹大 他们的后裔要做王 另外讲到耶和华自己 要来做王 这两条线呢 到后来呢 就要合并成为一 就是耶和华自己 他要以肉身 显现在地上 他要来做 以色列人的王 就是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地上 做王的 圣经的根据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摩西做了诗歌 带领以色列百姓 来送在耶和华 可是接下来呢 另外一位 就是米利安 米利安带领妇女 就几股跳舞出来 就送在耶和华 这个米利安 他带领他们唱的诗歌 跟摩西所唱的诗歌 是同一首 所以圣经里面呢 只把它最前面的 讲出来 但是后面呢 就省略 可是让我们看到 米利安跟摩西 在这个时候 彼此有非常非常好的配搭 摩西做了诗歌 带领众以色列百姓来唱 而米利安呢 他也带领妇女 出来一起来送战 所以成了一个 非常非常的 美丽和谐的一个画面 米利安不只是在 摩西年幼的时候 曾经救摩西有功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米利安也跟摩西一起配搭 跟摩西一起唱和 用诗歌 跳舞来送战耶和华 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 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 在这边呢 我们对于这个 以色列人出埃及 做了一个总结 从出埃及第一章 一直到第十五章 就是记载以色列人 他们怎么样受苦 怎么样被奴役 然后耶和华 接着摩西 用神迹骑士 把他们带领出来埃及 到这个第十五章呢 总算就做了一个总结 那你也注意到 在这个总结里面 特别是讲到 米利安 他带领妇女 用诗歌 用跳舞 来送战耶和华 所以这边有几个 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个呢 就是妇女 在救恩中间的角色 出埃及记第一章 到第十五章记载 以色列人出埃及 最开头是讲到 妇女她们 参与拯救的事工 拯救以色列人 在这个出埃及 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 我们看到这些男人 他们都没有办法 可是呢 耶和华却是 拣选了这些妇女 好像那个两个收生婆 一个是师傅拉 一个是普拉 还有摩西的母亲 还有摩西的姐姐 还有呢 法老的女儿 还有耶特罗的七个女儿 这十二个妇女呢 她们在以色列人 拯救的事情上面 尽上了她们的力量 而在这个整个 出埃及记故事 要结束的时候呢 在第十五章 又是米利安带着妇女 一起出来 唱诗歌送战上帝 把这个整个出埃及记故事呢 一头一尾 用这个妇女 她们参与 在拯救的事工里面 做了一个美好的描写 圣经里面 重入女的地位 好像耶利哥城里面 唯一得救的 就是妓女 喇合这个家庭 诗诗记里面 特别记载有一个女诗诗 底波拉 非常的英勇 她是一位志勇双全 而且灵性美好的诗诗 其他的诗诗都是男的 但是呢 每一个人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 她们自己个性上面 灵性上面的缺憾 只有这个底波拉呢 真的可以说是一个 志勇双全 灵性美好的代表 而跟这个底波拉 一起配合的呢 就只有一个女子 叫做亚裔 这个亚裔呢 也是很有智慧 也很勇敢 救了以色列百姓 诗诗记的结尾 有一个摩押女子路德 她虽然是一个外国的女子 可是认真追求 耶和华赏赐 结果呢 后来不但是加入到 以色列人的家中 更是成为大卫的祖先 也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 在乃曼的家中 有一个犹大的女子 她被掳去了 她只不过是一个 卑微的使女 可是也因着她的建议 她的主人 叙利亚的乃曼大将军 就得着了医治 所以这些人呢 他们都显示出 他们在整个救恩的故事里面 虽然他们是妇女 在当时一般社会里面 是地位比较低微的 可是呢 却成就了上帝拯救的大功 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 有类似的现象 好几位女子 她们在耶稣整个 拯救的事工上面 一起都有参与 而且地位都非常重要 好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十几约翰的母亲 以利沙伯 还有另外有一位 叫做玛利亚 其实还有好几位玛利亚 他们都跟随耶稣 供应她的需要 甚至一直跟随到 十字架的底下 这些人的名字呢 都永远被人记念 再有一点 我在这边 跟大家思想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舞蹈 在整个敬拜当中的地位 今天我们一般华人教会 有关于舞蹈的话 是比较少 少数的教会呢 里面有舞蹈 但是呢 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少 我们看中国的古书 讲到说 言为心声 而舞蹈呢 更是情感的自流 自然的流露 在这个毛诗序上面 有这样写的 说诗者 自知所知也 在心为智 发言为诗 行动于忠 而行于言 言之不足 故接探之 接探之不足 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 不知守之 舞之 足之 道之也 所以我们守舞足道 原本就是内心里面 有丰富的情感的 一个自然的流露 古今中外 各种重要的礼仪当中 多半都有舞蹈 来表示隆重 好像说我们在中国 祭孔大典里面 一直都有这个八一五 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 在好多的典礼上面 也都有舞蹈的 而在教会历史上面 有一些教派 他们在敬爱的礼仪当中 也都有舞蹈 好像说我曾经看过 大概在150年前 早期的贵阁会 在这贵阁会里面 特别是一些男士 弟兄 他们几十个人 甚至几百个人 一起就在那边跳舞 就来对上帝的颂战 中国的社会 其实古代的时候 礼仪当中都会有舞蹈 但是在过去几百年 受到就礼教的一些影响 舞蹈反而就失去了 加上近百年来 许多跳舞的场合 不佳 引人诟病 所以这也都影响到 教会里面 对于舞蹈的一些观感 非常的可惜 但是我们说 礼师而求诸也 近代呢 有不少华人教会 开始来注重敬拜赞美 除了诗歌以外 也在崇拜的当中 加上舞蹈 更凸显对上帝 敬拜的真 善 美 圣 如果我们多多提倡 不但是可以教导信徒 全人全心的 对神的真正敬拜 而且可以端正人心 也不失我们成为一个 泱泱大国 李医之邦的美誉 我想这是我们可以来 更多思想 接下来呢 这个初爱记第十五章 我还有一些要跟大家来思想 因为这个开始呢 就带领我们进入到 以色列进入到 旷野中间的生活 十五章到第十八章 一共有几个故事 但是每一次呢 都是两个故事一组 在第十五章里面呢 先是讲到 跟水有关系的两个故事 一个就是马拉 一个就是以灵 十六章里面呢 都是跟食物有关的 一个是安纯 一个是玛纳 第十七章里面呢 是跟地方有关 跟这个利菲定 这个地方有关的 两件事情 一个呢 就是摩西在利菲定 那个地方 集盘石出水 还有呢 就是摩西跟约书亚 带领社内百姓 跟亚玛利人 征战得胜 而第十八章里面呢 也是讲两个故事 都是跟耶特罗有关 一个呢 是耶特罗带领他 这个女儿 希伯拉 还有希伯拉的两个儿子 来跟摩西团圆 另外一个故事呢 就是耶特罗 对摩西献策 让摩西呢 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建立起司法的制度 所以每一个都是两个故事 连在一起 两个故事连在一起 成为一组的 所以并不是把 他们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通常都记载下来 而是有选择性的 这里面呢 也包括几个方面 以后我们会讲到呢 有一些人把这些故事 就是讲到 一个基督徒 灵程长进中间 会对上帝的一些经历 当我们得到拯救了 我们在整个属灵生命 成长的历程当中 我们会经历到 上帝给我们的供应 上帝给我们的引导 上帝给我们的保护 还有经历到上帝 就是我们人生的智慧 上帝也教导我们 注重家庭的价值 我想这个在我们 以后讲的中间呢 会跟大家主持来讲 那我们现在先看到 在拽机十五章 最后面这几节里面提到呢 就是有关于 马拉跟乙灵 这两个有关于水的故事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过了不久就发现到 他们没有水喝了 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 我们今天去这个西奈半岛呢 都是坐车 有些人更夸张 还坐飞机 从那个开罗 或者是从那个以色列 那个地方坐飞机 到西奈半岛 但是在当时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通通都是用步行的 这个步行呢 是在烈日之下 旷野之中 上头没有这个遮蔭的 底下呢 路上也没有指标 更是呢 在这个地方看到 我们看不到他们在路上呢 有什么水啊 来给他们供应 所以以色列百姓 他们没有水喝之后 就向上帝发出抱怨 那上帝呢 带领他们先是来到 马拉这个地方 马拉那里呢 他们看到有水了 可是一尝那个水呢 发现那个水是苦的 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 那个是里面啊 有一些离子的 是种水 是一些这个 咸水 那这个咸水不能喝的 喝的会死人的 原本没有水喝 要有水喝 已经够苦了 现在有水喝呢 却像海水一样 不能够喝 那这个就苦上加苦 所以他们称那个地方 叫做马拉 不过上帝吩咐摩西了 说摩西 不要抱怨 你看到旁边有树呢 把那个树 或者那个木头 就把它取下一块 丢到这个水里面 那个水呢 就变成田了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他是学化工的 那么我在前几年 到他们那边去 介绍圣经的时候 他讲说 哎 建国啊 这段圣经呢 就是我们学化工系的人 最重视的 因为这边就讲到 那个圣经 或者说所有的文献里面 第一个讲到 有这个离子交换 那么离子交换 原本那个水里面 还有很多的这些的 金属离子啊 但是把这些金属离子 经过这个木头 放在里面去之后 通通过滤掉 就变成淡水了 可以喝的这个甜水 就是圣经里面 记载的最早的一个 离子交换的一个例证 不过呢 我们这个朋友 他说虽然是在 这个学术期刊上面 有记载啊 但是到今天 他还没有把这个期刊 寄给我看看 我希望能够看看 那个上面是 怎么样子写的 但是我们就注意到呢 上帝就叫摩西 把那个木头 丢到这个水里面 结果那个水呢 就变成甜水 就是可以喝的水 以色列人呢 原来痛苦的经验 就变成了喜乐的经验 其实我们要 比较公平来讲 以色列人在这次抱怨呢 也是有他们的原因的 首先呢 是环境的因素 你看以色列民族 西奈的旷野 跟他们已经在埃及的生活 非常的不同 在埃及那边呢 有尼罗河水 丰沛的供应 从来不会感觉到缺乏 完全不必担心水源 可是在沙漠里面呢 却酷热难当 滴水难求 从埃及带出来的水啊 早就已经枯竭了 我记得我自己 在这个大峡谷那边 下到那个峡谷里面的时候呢 那边就有一个牌子 立在那里 我们一下去走 大概一英里的地方 就有个牌子写的 请你停步 检查一下 如果你身上带了足够的水 你才能够继续往下面走 至少多少水呢 一个人至少要带一加轮的水 才能够走到大峡谷的底下 如果你没有带了足够的水 走到底下的话呢 可能还没有走到那个大峡谷的 底下那个河流啊 那个科罗拉多河 就已经渴死在那边了 就那是非常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炎热难当 夏天的时候呢 在这个大峡谷里面 会热到摄氏 大概至少50度以上 非常非常炎热的 人在里面会渴死的 那你现在这个旷野那边呢 也是一样 那第二个呢 是身心的因素 你看我们在沙漠中 烈日下面行走 如果是没有水的话 可能一天就会渴死的 而以色列已经三天都找不到水了 年轻力壮的人都难以忍受 更何况还有很多的老弱妇孺 路上没有水已经够苦了 而现在找到的水 却是苦的水 是不能喝的水 那心里面的苦呢 就更加的增大 第三个呢 就是灵性的因素 我们各位注意呢 以色列民虽然是经历到 耶和华用神迹奇事大能力 把他们给带出来埃及 可是终究呢 他们对上帝的认识 还是非常的出现 这个时候大概他们 离他们开始经历上帝的恩典 也不过是一年的时间 所以灵魂还很的 还很幼嫩 对上帝的信心呢 还很微弱 连摩西也不过认识上帝 经历上帝 才不过一年之久 所以他们在灵性上面 软弱 因为遇到没有水 就跟上帝抱怨 这是很能够理解的 他们先是攻击摩西 这是他们的领袖 但是很快呢 转到 就直接攻击上帝 所以耶和华也提到说 我们不可以来 用这些来试探他 因为试探神的话呢 就会使我们的信心 受到很大的亏损 在这里呢 我把这个试探这个字呢 做一点的说明 上帝说他们不要来试探耶和华 中文呢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 其实把同样一个希伯来文字 做两种不同的翻译 当我们讲到说 这个字的基本的意义是呢 就是说试探来显出它的实情 好像说耶和华试验立位人 世霸的女王来试验 所罗门王的智慧 但以理呢 恳求太监长来试验他和他的同伴 如果他们只是素菜 还有喝清水 是不是还是保持的有健康美貌 但是呢 圣经里面 当人讲到说 人试探耶和华的时候呢 就用另外一个 叫做试探 这个里面呢 就有不好的意思 显出人对上帝不信的恶心 需要由上帝来纠正他 好像说以色列没有水 他们就试探耶和华 随着自己的欲望 就要求食物 或者是他们在碰到难处的时候呢 他们就试探耶和华 想要另外立一个领袖 带领他们就回埃及去 他们不要再跟随耶和华了 他们反对上帝所立的这些领袖 这个呢 就是讲到以色列人 他们虽然是经历过上帝的恩典 大能 可是很快呢 就会忘记上帝的恩惠 这是他们不信的恶心 对上帝的一个试探 是出于恶意 是被上帝要来更正 要来纠正的 但是上帝试验人呢 虽然是同样的这个字 可是里面呢 却没有任何不良的动机 我们在圣经里面 特别看到什么呢 就是看到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生了儿子以色 但是圣经在创世纪 第22段里面讲说 过了这些试经之后 耶和华上帝就要来试验亚伯拉罕 试验他什么呢 要把他里面宝贝的信心给试验出来 以前亚伯拉罕常常有过失败 不信 软弱 退后 可是呢 在这一次 他就得到了100分 上帝用最艰难的试验来试验他 可是也是在艰难的试验当中 就把他里面那个最宝贝的信心 就给显了出来 好像什么呢 好像我们手上有这个戒指 你怎么知道它是金的呢 在这金殿里面呢 他们有一种方法 就是把这个戒指呢 放在火上面来烧 把它烧到通红的时候 那些有经验的老师傅 他们只要眼睛一看 看到这个戒指呢 被火烧通红的那个颜色 他就知道说 这个戒指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戒指里面含金子的成分 是纯的还是杂的 马上就可以试验出来 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经过像火一样的熬炼 上帝来试验我们 就显出里面那个信心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真正的宝贝 上帝要试验我们呢 就是要试验人 要人可以来常常的敬畏他 那今天我们就是信靠上帝的话 就经历到他给我们的 真正这样宝贝的试验 那我最后再讲一点 就是以灵 以灵呢 是真经里面 只有短短的一节 讲到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 经历到上帝给他们的 很大的恩惠 那边有十二股水泉 也有七十棵棕榈树 那是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中间 经历到一个甜美的时间 虽然是非常的简短 时间也很短暂 但留给他们 非常非常甜美的回忆 这十二股水泉 跟七十个棕榈树 好像也就是代表了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跟雅各一起下埃及的 还有七十个南丁 他们一起下了埃及 现在的上帝拯救他们 他们也全家一起 就出了埃及 所以这些精确的数字 也代表他们 是真正亲身经历的人 把他们最美好的记忆 亲身的经验 就化成了生命的见证 见证在我们当中 但愿我们也经历过上帝的恩惠 也一起来送赞上帝 把祂的恩典 化成我们生命美好的见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会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必须要信他日道路 因为是未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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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